诶 我这个脸怎么还会变一下的呢 我现在 现在能听见我说话了吧 现在是不是可以听见我说话 喂喂喂 能不能听见我说话呀 喂喂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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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听见我说话吗 醉倒了 这个带王怎么回事啊 现在可以了吧 就说 爸爸曾比困难多 那我能怎么办呢 我能怎么办呢 我这个晚上 这个笑容看久了 有点害怕 那我们就换一个啊 我正好就说 谢谢兰里的一个梅花 你看 那就换这个吧 哦 怎么还有瘦脸呢 这个直播怎么还有瘦脸呢 正好它的那个 正好它的那个相册到了 然后呢 就正好有这个 那就这个吧 写着也能受 不知道 它大概有脸就能受吧 如果把我们的 把我和粉色palette 放在那边 大概也能受 我现在这个地方 我没有办法 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充电 充充电啊 我怎么感觉这个东西 一直在往下掉 哎呀 不能办法充电啊 它没电了 我们就就离开 手动切背景了 对啊 我还可以手动切背景 谢谢诚哥的红包 这个太过分了 早知道刚刚那个半小时 哈利波特时间 我就不哈利波特了 我就跟大家 我就跟大家开 开电台了 哈利波特毁了我好多温柔 不会吧 不会是代王看了我玩哈利波特 然后生气了吧 嗨王爷西 你的电台是不是没有声音了 对电台没有声音了 一直可以直播了 就像我一样 找一张你的照片 然后把它放在那里 就可以四捨五入电台 我还可以 我还可以切背景呢 等一下 看 是吧 我现在我特地去拿了个直播架子 我还可以手动切背景呢 我这电台就是说 我哈利波特玩的太好了 完了 我感觉我现在所有的照片 都给你们看完了 这套照片啊 不用发了 都看完了 哎 这后面都看过 谢谢众树的带土喵的虎娃娃 看 我这里还有背景 这一套还没发过 看这个吧 看这个吧 太无语了 太无语了 我这一个晚上 我感觉我有一点 就是说在历劫的状态 有一种 有一种在历劫的状态 谢谢 谢谢OK的虎虎身风 谢谢你的虎虎身风 哇 这老虎 我以为带王会自己带老虎头套 谢谢你的虎虎身风 对小熊的也不好使 我刚刚特地去看了一眼他的 看小时候的相册 就是说现在的已经不想看了是吧 新的相册已经不想看了 可是我小时候的相册 带王会摆了 是不是放假了 是不是口袋四八放假了呀 我这没有小时候的相册 我只能给你们看看杭哥的相册 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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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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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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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那就别看我的了 我们就看杭哥的吧 哈哈哈哈 看看小小发明家的相册 哈哈哈哈 实在不行 大家想看凌家乐的也可以 就别看我的了 笑死了 杭哥的相册怎么比我的要高级一点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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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不可以不可以 哎呀没想到先看第一张是 那个样子的照片 我也不知道第一张站是这样的啊 sorry sorry 不好不好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这是不被允许的 不小心不小心 要是说不小心 我也不是故意的 那我看看别的 再掀再掀一下 哎呦 哎呦怎么又不穿衣服 这我弟弟 啊杭哥哭哭 别告诉他 还有瘦脸特效 我弟弟很像我 那可不可以亲弟弟能不像我吗 我弟弟我弟弟不像我还能叫我弟弟 谢谢一加二等于三的玫瑰花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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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看他吧 他这个口袋 其实我们每次开直播前他都会给你一个瘦脸的 这个没杭哥好看 游戏完了吗 游戏当然完了 那个游戏 不行 杭哥的不能一直看呗 要先看看这一个了 我现在蹲在床头柜这里给大家直播 看看妹妹吧 不行不行 妹妹在场 不好看 他等一下生气 佳月他现在人就在弹幕里面混着 等一下给他知道了 不行不行 杭哥他不知道现在 不累吗 但没办法 因为只有这个地方就是刚刚好 我在家 对啊我在家了 送学给我 游戏卡组如果我心情 我已经卸载了 我已经卸载了 我已经我要把这个瘦脸关掉 他这个瘦脸在哪里啊 好现在没有瘦脸 要不给他美白一下吧 对杭州现在 杭州现在有一点 有一点那个有一点严重 所以大家注意好安全 有王燕熙 王燕熙他玩的很好吗 我觉得他玩的一般呀 这游戏真的不太适合我 想看把瘦脸调到最大 啊我们温州 温州好像还没有疫情 但是杭州有 上海也有 我把那个瘦脸调大一点 然后呢 把眼睛调大一点 这排位分数是他的一倍 那你是没看到我的 嘴巴调小一点 哎呦这太美了 这太美了 这太美了 这个太美了 救命啊 我连回 元宝为什么改叫盐巴了 因为元宝在那个小辈的家里 小辈的爸爸 有一点上海口音 所以说呢 他每次都会追着元宝喊盐巴 因为元宝元宝嘛 会有那个口音 所以就 那我重置一下 完了完了 少女偶像的秘密都被大家发现了 一眼看去以为是电台 当然是电台了 我这还可以手动播放背景呢 就是说 对少女偶像的秘密都被大家发现了 这前后区别 这差太大了 他怎么回事呢 他是他今天是不是吃年夜饭来着喝多了 然后他要把电台 他们电台给mew掉了 都不露脸 那大家今天本来就是没化妆吗 我本来就是准备明天化妆来着的 今天不化妆 结果好吗 这带王 这照片是对 这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12月份拍的吗 好像是 11月 12月 12月好像拍的 12月20吗 我不记得了 有的电台有声音 真的 我眨眨眼 对啊 谁说我没化妆 我现在明明人在这 有的电台还有声音 不会吧 他不会搞什么特殊对待吧 有的有声音 有的没声音 不是的 我不相信 我看我这个电量消下去的很快 我现在有点害怕 所以我可能没一会儿我就得离开了 但是明天会有直播的 主播赋予有点厉害 是吧 眼睛都不用眨 谢谢涛涛的武师 谢谢你的武师 昨天王燕西 昨天王燕西发信息给我了 他说他把截图发我了 他说你去他那边之后 他把那个 他把信息发给我了 我真的要吓死了昨天 谢谢涛涛的武师 这个写真可以自己化妆吗 其实是可以的 其实是可以的 告诉王燕西电台没声音吧 他不死心 我现在身边没有iPad 你你没去王燕西那里 但是你去那个什么小熊那里 小熊也会跟我说的 你知道 放弃吧王燕西电台没声音了 咱就只能你只能像我这样啵啵了 实在不行 啊王燕西 你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到时候找张照片怼的是 我们俩那个小时候 一起出去文艺演出的那个 红色的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衣服的照片 你千万不要用那个 用那张照片怼着 建议腮红 对其实每次化妆 因为化妆是他不知道你自己 应该怎么画的 所以说 所以说没办法 就是拍写真 对于摄影师的要求 其实对化妆师的要求 还挺高的 因为每次都那个 大光明的照片 我大光明都给大家看完了 我都已经 已经摆烂了 开摆了我都已经 直播连麦 让王燕西开直播 给大家吵架听 这个写真的撒红 可能他不知道 走的是个风格吧 我也不知道 他每拍一套 加一点 每拍一套 加一点 口袋弹幕 我记得你第一次来我这的时候 就大家就说 就告诉我 你是嘉兴路第一黄牛了 可能你这411条弹幕里 有400条 都是在跟我讨论 黄牛的身材 知道这种东西吧 嗯 药尔原的照片感觉发肌线还好 哪里还好 我发肌线 你们看我小时候的那个 我昨天在口袋房间发我小时候的照片 那个发肌线你们就知道了 我们俩网游戏都能说像是 这个绑一的头像是那个呀 是那个韩国的民国呀 王爷西对王爷西很喜欢小说前辈 B50的拍立得 B50的拍立得还挺好看的就是说 有一张大大脸的有一张怼脸的 你还会时常说我没有脑子 那么剩下的11条就是在说我没有脑子 黄牛的身材 不是黄牛的身材 无语啊 怎么会是黄牛的身材 我真的是醉了 怎么会有这个 做黄牛不容易啊 还要给大家看身材 做黄牛太不容易了 还要给大家看身材 我真的要笑死了 这个怎么一个双眼皮一个大眼皮 大概是贴的吧 其实我自己本身两个眼睛不是很对称 我不要笑 眼不住我 所以看过的黄牛身材 大家就觉得嘉心路第一黄牛的身材 身材有第一吗 把摄像头挡上 没关系啊你们就看着我的照片吧 你们要是看腻了我就换一张吗 我这一本相册 反正刚刚拿过来 大概几点波波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因为明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家 换一个嘉心路第一 不要关注 身高第一 身高第一也是也是第一 换一个吧 这个就笑的有一点 那我照片都给你们看完了 我到时候发什么呀 带袁宝波吗 不知道呀 明天明天跟小鱼 跟于家妹去小贝家里 最后在走之前 因为我30号回温州嘛 真的是直播呀 真的是直播 发行客的照片 为啥开了这么多直播 因为前面的直播都没有声音 前面的电台 他们都听不见我说话 他们的耳朵都都听不见 三十还回得去吗 回得去啊 不不不不 不是自己开车 如果是自己开车的话 就会把元宝带回去了 照片对呀 其实差不多四舍五入 本来我今天的直播就是 开点台 王燕熙直播了和他连麦 结果我动了 王燕熙邀请我干嘛 我没有东西放 我只能放我在吃的饭 你也吃的太好了吧 这个是蟹黄年糕 我今天让你来吃 你不来吃 你知道现在几点钟了吗 王燕熙 这是晚上没碰的菜吃剩了 突然有点饿了吗 女孩子吗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我们是小偶像耶 怎么了 那小偶像还对毛色呢 好想吃啊 我还有东北大拉皮呢 我想吃蟹黄年糕 所以我今天叫你来吃 你为什么不吃 因为我今天 卡了真的吗 一连麦就卡吗 没卡呀 可能是我卡了 当时连麦就卡了的话 我就把王燕熙挂了 没卡 我能听得清楚你 我 我也能听得清楚你 那就是他们卡 王燕熙给自己的简介 是不好看 你不懂 这就是小姑娘的谦虚啦 这就是做偶像的利利利利面了 谦虚之道 什么不好看 什么不好看 深夜放毒 真的他这个 而且四则也太好了吧 你怎么还有一个麦当劳的相遇派 你真的很爱麦当劳 我那天我爱我还有大肠哎 人家也说我自己不好看 我还有大肠呢 我还有大肠 我还有大肠 我跟你说 我那天 那天小树前辈 带我去吃了一家很好吃的 烤肉店 等你下次来我可以带你吃 你重点是 重点是烤肉店吗 重点难道不是小树前辈 重点是小树前辈带我吃 谁没有大肠 虽然我自己也有大肠 烦死了 这个电台怎么突然坏了呀 这当然得晒他了 没什么东西能比过他了 毕竟游戏也打不过他 不是江湖东 不是不是 不知道是 忘记什么名字了 两个字的好吃 是真的挺好吃 他要烤大肠 带你去吃 我们那天吃了哪 不好吃吗 你这吃的太好了 烦死了 现在要不是公交车没了 我现在就出门了 我跟你说 要不是现在公交车没了 我就出门了 我们俩 特别好笑 我们俩人家是动态的连麦 我们俩是静态 我也可以动起来的呀 你看 我这不动起来了 你看 我这不也动起来了吗 我这不动起来了吗 要想动还不容易 我们俩人家 怎么会今天 我们刚刚就不应该把那个挂掉 你知道吧 把什么挂掉 就不应该把那个路瓶挂掉 那个路瓶不挂掉太卡了 太丢人了 我已经把哈利波特卸载了 没必要吧 我觉得这个游戏不适合我 它太难了 你压根就不想玩 不是什么事不适合你 不是我为了你都把他吓回来了 怎么会不想玩呢 我是这样子的人吗 你就是因为看到我说我求求你那句话 我们俩不是 我们俩没有 王燕熙他是上海人 我是温州人 因为我们家从小就在上海 而且我在上海长大 所以我跟他就认识 什么时候打王者 后天吧 等我回去把王者 奔心一下吧 我打王者很厉害的 再也不会变成这样 我不是 虽然我现在的段位 应该已经调到了什么白银吧 我适合闪耀暖暖 你怎么知道 别玩闪耀暖暖 他连闪耀暖暖都玩不清楚 谁说的 我闪耀暖暖玩的可清楚了 你是不是充钱 你是不是磕金你 我没有磕金 你没有磕金 怎么可能玩清楚 谁让他玩的游戏 不是靠磕金吗 他不是急吗 就你急不起就得磕金 王燕熙去北京 不过他本来就有点儿化音 因为他的妈妈是山东的 山东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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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宁 山东宁 最高段位是最强王者 我在最强王者 可是搭过那么几个赛季的 真的假的 擅长用哪个英雄 我当然是蔡文姬和瑶 了 你为什么也玩辅助啊 我还可以玩中路 那我也是中路 我们撞了 那你 我还可以玩射手 我还可以玩上单呢 我除了打野我都会 那你可以救救我吗 可以救救你啊 但我一般都会当瑶瑶公主 谁啊 什么叫玩王者会被人看不起 连林嘉宜都可以吃王者 我那时候和瑶娜 玩王者 就是我们每天晚上都会排位的 在大学的时候 这么快 擅长当皇帝 那是因为 没有皇帝也当不过张然然 就是说 都各个地方都非常的平平无奇 我的直播间像是在 在转放的直播一样 真的吗 因为我一直在说话是不是 那我安静一会你说吧 我说 我不说我在吃东西啊 好烦呀 这个电台没有了 让我非常的不适应 没关系 你就当做 就当做 我和王燕熙入团前 是聚聚啊 王燕熙古早聚聚好吧 就是王燕熙告诉我 SH的存在的 他太古早了 嗯 嗯 雪碧 嗯 王者可以唱吗 王者 拼命 王燕熙不是瑞士君 王燕熙不是 王燕熙 你给他卖过周边 他以前还跟何国尹呢 啊 谁给我卖过周边 我这里有一个 嘉兴路身材第一的皇帝 哈哈哈 他说 他卖我周边 他推谁啊 你让他自己说吧 啊 他问我什么时候推谁 他问你推谁啊 我推范乐园前辈啊 不是 说前辈啊 啊 张雨格前辈啊 对 他可前辈 他可前辈的 谁给我卖过 神血 你怎么这么容易就 就当黑粉了 你怎么能这样 那你一定也是 对 他是他他还跟太后前辈 合过账呢 真的假的 世界这么小 神神一下 嗯 嗯 李嘉宜 哎 那个蟹粉年糕 好好吃呀 哎 哈哈哈哈 哎 我好想吃啊 你就为了跟你讲 谁好好吃呀 我现在非常想把你挂掉 哈哈哈哈 你这都凉了吧 凉了就没那么好吃了吧 嗯 很好吃啊 凉了就不好吃了吧 嗯 我看他也就一般吧 这个 写个林家一口过照也算 我有一点羡慕他 剧场坐过隔壁 真的吗 他以前去过卧手会呢 他以前还跟我说 但是我当时不太懂 嗯 当时林家一 林家一当时 喜欢那个前辈 不能说烦死了 对我当时也 也稍微薛薇喜欢过 那么一个前辈 嗯 我们小时候不打架 我们小时候又不是天天一起 我们小时候关系可好 可林家一可 不是不打架 是林家一这个人 他就不吵架 对啊 我不吵架 他吵不起来 只有我单方面的冷战 我没有 只有我单方面的冷战 我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人 我怎么会跟人吵架呢 不吵架 只有我跟别人吵架 然后林家一 对 都是王一熙 我被人欺负了 都是王一熙帮我 就是帮我的 我以前被人欺负 王一熙都会帮我的 他会过来陪我的 林家一算了算了算了 算了算了算了 反正我也吵不过 对算了算了算了 对 我跟王一熙 应该吵不起来吧 还没吵过 下次以后说不定可以试试 他现在会在中心打瑜伽位屁股 我没有 谁说的 爆出他的ID让我听听 Lio 我跟你说他都是造谣 你快把它踢出你的直播间 你快把它踢出你的直播间 他这是造谣啊造谣 真的假的 那他真的 他还要干嘛 谢谢Lio送了一个秋天奶茶 今天小五的妈妈提到我了真的吗 为啥不能说前辈的名字 那肯定就是有不能说他的理由啊 你也没必要 也就问两条吧 前辈现在已经不能说了呀 不在这个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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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不能说 杭哥太好笑了 杭哥 我每次只要一直在房间里说话 他就会跑进来 跑进来 你在直播吗 我还没有见过杭哥 不是在餐馆和大爷吵架吗 没有啊 那不是和大爷吵架 是和大爷 就是怼他 不会不会不会 是一个已经走了很久很久的前辈 是一个一期的前辈 走了很久很久很久 退团了连名字都不能提 那你们就自己想想嘛 为什么退团了连名字都不能提嘛 对啊 你们猜不到的 对啊 你们就肯定想想嘛 能提的话我们肯定就提了呀 对呀 是的 没错 说的好像 那不能说呀 有些人就是不能说的嘛 要当一个有意识的成员 能猜到真的吗 少女偶像没有吵架 对少女偶像怎么会吵架呢 我们一般只是在说道理 哎这样好累呀这样直播 我都没有办法躺着了 对啊 是吧 林嘉宜经常欺负小后辈的 嗯 谁说的 这又是谁 生花不夺冠不改名 啊这是瑜伽喂的饭头 真的假的 一见倒退了一二一三年的事情 很早 一三一四一二一三年 一三一四年的事情 你也去隔壁传不 对啊电台你们听我现在的声音 就非常的洪亮 跟我电台说就不一样了 我想电台 嗯 那你就关掉吧 这都不能让我躺在床上 你也可以躺在床上 你可以把镜头对着天花板上 我天花板 不是那么的美丽 我开头看了一眼我的天花板 好像也不是很漂亮 谢谢孙花不夺冠不改名 送到二十个银光棒 吃的是啥咖喱 吃的是那个蟹黄年糕 王燕熙为什么不吃那个香芋派 王燕熙快把香芋派吃了吧 大家都馋死了 那个香芋派 其实是 两周前 那不是两周 不是两周 过分了 两周你还没回来 两天前的是吧 昨天呢 你昨天的为什么不吃呢 他是卡住了吗 他是在装卡 还是他卡住了 林佳怡 诶 有人说 我这里说 林佳怡拿一下打室友屁股 安慰人只会说 那你退团吧 这个一看就是造谣啊 你 我跟你认识这么15年 你觉得我是这样子的人吗 还有一个人说什么 林佳怡会说 一起抢钱吧 晚上好呀 我刚刚吃卡了 你看看 这是 这是我能做出来的事情吗 你都跟我认识15年了 我怎么可能做得出来这样的事情 我跟你说 现在的黑粉非常的猖狂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不知道林佳怡这里是有什么流量 让他们抓到 他们就黑我 还有说 或许 或许你知道林佳怡怂有粉丝一起抢钱吗 这件事情是真的 还有林佳怡可是最大的黄牛 对 我是嘉欣路 什么 那一定是那个身材很好的黄牛 那个怎么 我还帮文希在小树视频下面科普 是那个B站那个吗 好像是应该是B站那个吧 感谢大家送我了 你刚自己说你要去 所以我就觉得你去了 对啊 林佳怡风平被害了 你们怎么可以 我跟她15年的感情 是你们这区区几句话 会把我那什么的吗 还有什么可以跟我报料一下的吗 突然感兴趣了呢 没有什么 你别吃了 我不能夹这块是吗 哎呀 你夹太中间了 被我看见了 你够面 快看戏黄林佳怡 你都被我看见了吗 你夹里吃旁边的 你别吃那一盘 怎么还有林佳怡 生夜和小五去的急诊复产课 这个我好像知道 对 你以后如果生病了 来上海千万不要去生病 旁边那家医院 你以后被送去复产课 还有那个 林佳怡拿到第一个9999的时候 哭了15分钟 哎这个这个 这个不是那天我直播的时候 还给 还给你的那个粉丝掩饰了一遍吗 我说我说 什么东西啊 我说我说我说 我说 我说Toto 我说是你吗 Toto大佬 我说我知道 人家是Toto 真的假的 他不是TOTO吗 人家叫Toto 但是他不是TOTO吗 然后呢 你就给人家掩饰了 对啊 我还说 我跟你一模一样 我还拿了张纸 无诞的点钱 我说 我说我说是这样吗 我说是这样吗 我说是这样 我说 我说后面他是不是还说了 我就知道 你们后面要怎么说了 他出手了 他终于出手了 你怎么知道的 你是不是去偷看我B站的CUT 对 怎么有人把偷看 说得这么理直气爽 好烦 我没有偷看 哎我光明正大看到 我光明正大看到 让我去看一眼王燕熙 我跟王燕熙谁大一点 当然是我大 我比王燕熙大一年了 之前我初一 我初一他才六年级 我初二的时候 你很骄傲吗 当然了 你也是那个周老师那里学跳舞的吗 那为啥是幼儿园啊 因为是这样的 你到现在还没有跟他们解释过 为什么我们是幼儿园认识的吗 我只有解释过好多次 但是每次会有新粉进来 他们又跟我说 啊你跟林佳怡是以前就认识吗 是这样子的 嗯我们呢 是就是我们以前是一个幼儿园 然后 然后 在一次的文艺还是元旦晚会上面 我就他就 他就穿了一个粉色的蓬蓬裙子 在小板凳上表演了一首茉莉花 我当时就一看我说 停停停 插一句话 你告诉他们我当时脸上是什么状态 啊脸上有一种了一个W 然后流着鼻血 穿着粉色的蓬蓬裙子 在凳子上表演了一首茉莉花 我当时说 哎 这不是跟我那个兴趣班的老师 教的一模一样吗 然后 然后我那时候非常的射牛 射叫牛什么症 我就在他跳舞结束之后跑去问他 我说 你也是在周老师那里学跳舞的吧 然后他当时非常的腼腆 他现在他当时可不是现在这样 他当时说嗯对的 然后后来就没有联系了 再到后来 再到下一次我去周老师那边上课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了 然后我们就认识了 气死我了 我现在也很腼腆 你现在哪里腼腆 我不是腼腆吗 我现在和当时 对我现在已经没有社交那什么症了 我现在很腼腆 他有社交牛杂症了 没有了 我现在很腼腆 有了 谢谢 哎呦这是谁呀 哎呀 我抄这是谁呀 谢谢七九八送了一个梅花 送了一个红包 送了一个金吊坠 送了一个红包 对现在 我的超人简称我超 不是第四身 不是不是不是我 天哪 我的超人不是第一身吗 我超不是第四身 原来你已经有超人了 七九八七九八真的 几乎不怎么看我直播的 我现在很容易被受到惊吓 我现在很容易被受到惊吓 谢谢一架等于三 送了两个荧光棒呀 原来是这样的 我这里从来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东西 你不知道吗 你说 就是我超你不知道 你不会刚刚以为我在骂人吧 我超 对啊 我超难道不就跟那个他们经常会说的work out 一样差不多吗 啊 不是不都是一个什么东西的代名词吗 嗯 真的吗 有没有有没有人在林嘉一那里给林嘉一解释一下我超不是那个第四身 我的超人简称我超 你的超人 那你你你这么快你就有超人了 不是 他怎么没了 谢谢冷水一口一个小孩送的一个荧光棒吸酒吧 对不起吸我 我太久没看什么 没开口袋了 你骗人 他骗我 不是 我的我的超人就是 就比如说 我的超人是什么 就比如说你说你现在好想吃香鱼派 然后我一会给你点个香鱼派的外卖 然后你就可以发口 那你就是我的超人 我一系我的超人你懂了吗 就大不大概这个意思 啊 啊 有没有人在林嘉一那个弹幕那里帮他解释一下 那他是给你点了香鱼派吗 所以你 他没有 有人有人有人在那里给他解释一下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在你这边很非常的就是说 这个人他非常的 他他他 非常的 重要 啊对对对对对 是大概这个意思吧 就是说 啊不对 没电 他怎么离开了 没电 我是小学生送我香鱼派 我是小学生送我什么呀 嗯 那这就是我的超人的意思 我一直以为大家最近说我超是一个什么新的骂人的代名词呢 你不会是真的以为是那个第四生那个吧 我那个 我以为就是不能直着骂人 那么我们就悄悄的换一种方式骂人 然后所以我刚刚就非常 我这里七九八说也可以是第四生 你看到了吗 林嘉宜学到了吗 以后你要想骂人 你先用这个 他问你你怎么骂我呢 都是超人 那 那 卖 那个那个什么 卖 卖了送的那个 我的超人 哈哈 我真的以为是那个 我这里从来都没有人说过我的超人 好像是北八很多人说的 谢谢西西送的一个药光棒 好像北八很多人说 我周边没有人说过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东西 北八还说我要发颠了呢 我要发颠了 我经常听你说 我的超人是因为北八太尬了 谢谢你七九八为我科普 哦 那我要发颠了是谁说的 你你你别把林嘉宜称坏了呀 我要发颠的是李思奥 李思奥 一开始 阿里奥说的呀 你的声音怎么突然开始这么甜了呢 谢谢Liu的经理 谢谢你的经理 这时候是不是就要说一句 我超 用你们北八的套路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要说这个 完了我有一点难以启齿 不是 一开始一开始 大家说是我要发疯了 突然有一天李思奥跑过来说 王一熙 我要发颠了呀 这个葡萄花 谢谢陈哥的巧克力 哦 懂了 懂了懂了 但以后去你们北八就要学会 我要发颠了和我超这两句话是吧 哎对 好知道了 谢谢口友巴尔的玫瑰花 有家人 林嘉宜现在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你今天不说的话 你今天不说的话 我完全 完全不知道 我可能到 到下一次 都都不会知道这个东西的 嗯 他们我这里粉丝说还要宠坏 宠坏谁把谁宠坏 就是他说你可别把林嘉宜宠坏了呀 哪里 我是一个会被宠坏的人吗 对啊我这个就是在电台 我还可以 我还可以翻页呢 你这个电台 我也在电台 没想到吧 真的不是第一声吗 当然不是了 是第一声 我超 我就是说 经常看到你的口袋房间里面 会有我超这两个字 我当时就想 嗯他肯定是在骂人 但是又不能直接 直接说吧 然后我当时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你能不能翻译 你能不能 七九八我不能翻译 哎 但是我能夹起来 我能动好吧 别夹这一碗了 你换一碗 我想吃这一碗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 他怎么虚焦了 怎么对不上 哎 我是笨蛋 真以为我在电台 对 其实我的本意是电台 不过这样还挺好的 电台可以 可以连麦了 骂人 一般说撕巴 我知道 我可以教你一个上巴骂人的东西 他说葛这看起来不好吃 您家一七九八说看起来不好吃 看起来很好吃 我告诉你 这个是蟹粉年糕 我很想吃 你的超人他不行 他不懂你的审美 他你可以换个超人了 哈哈哈哈 天呐我好坏呀 你知道了吧 天呐我好坏呀 天呐 我跟你说嘉心路 可以那个有有那个骂人 叫甜美的四八 甜啊甜美的四八 不是就是甜美的四八 你把那个 你把他的手字母连起来 等一下 等一下 啊 这个是我那天在小五的电台里面学过来的 你好坏呀 这是我那天在小五的电台里学过来的 我每天都在你们各个人的 电台里面行骂人 我们那天 我们那天 还在那个公园的时候 还在玩你们上巴那个梗 阿姨拉拉 阿姨不是 对 上巴会有那个梗 我们上巴后台的阿姨很潮的 真的假的 真的 可潮了阿姨 阿姨就是说一整个很潮的状态 我们那天疯狂跟斯大说姐姐拉拉 然后姐姐姐 我们姐姐不知道 姐姐没听到 她说阿姨拉哪儿呀 拉打呀 我们有时候还会阿姨贴贴 小雪拉拉 小雪姐姐不是哦 你以后可以来 自从那个电台没有声音之后 怎么感觉大家都在直播呀 大家不会都在跟我们两个一样吧 我不知道 我没有点开他们的看 因为我在一心一意的听 我看眼熊子翼 哈 你能不能看点我喜欢的呀 我想看的 你说你不喜欢熊子翼 我等一下就告诉他 我没有 哈哈哈哈 他挖坑 他挖坑在坑我 我没呀 李丝奥有没有可能还没下波 你现在就准备抛弃我 这张李丝奥了是不是 我那天看了你这李丝奥的 我跟你说我不会让你有这样的机会的 那一定是我先挂 你有病你真有病 李丝奥我没有看到他 那他下波了 那你赶紧让他问了你重新上波 然后你们可以聊会天了 什么呀李丝奥李丝奥 我那天看了你们俩 他今天直播你跟他连麦那个 你们俩 那也太尴尬了吧 你对了 人家就算了吗 李丝奥说他要把他点的小馄饨给我 我要把里面的紫薯包给他 你会把你点的小馄饨给我吗 你拿去吧 听说你不喜欢吃里面的紫薯包 我什么时候不喜欢吃 那是我吃不下 李丝奥说你吃不下就给我 把另一个给我 原来是你吃不下 可是李丝奥说那个小馄饨他都吃不饱 李丝奥和韩学老师他们俩很能吃 他们俩又长不胖 气死我了 那你就不要跟他们玩 那我两个人一到半夜 吃点泡面吗 点个炸鸡吗 怪不得 怪不得你前两天 之前晚上一直都在 给我发你的晚饭 然后 诶 换照片等一下 王一熙我不能跟你说了 我要去找一下我的熊子翼 烦死了李丝奥 我等一下再来找你 我先去找一下我的熊子翼 不然我的熊子翼就要下播了 对面又翻译了 你呢我 你下 你先你先叫他吧 我先下来啊 嗯 拜拜 播播 你 趁着我还有电 熊子翼 熊子翼会接受我的邀请 嗨 嗨熊子翼 好久不见 你在干什么 我在玩恐怖游戏 做海 海王真不好 天天有人找 哇押韵了 啊你在玩恐怖游戏 那我先关了 拜拜 我刚开始 刚打算了 别别别我看不了这东西 你快别统一快关掉 你别走 跟我一起 我看不了这一个东西 也不行 不行 我这里 我这里大家胆子都很小 他们都看不了这东西 我得先离开了 你别骗我 拜拜 他们现在都满屏打着害怕 我要保护他们 因为他们是我的超人 所以我就 我得先走了 拜拜 拜拜 就是北京和上海不一样的 我现在学会了 我现在是介于北京和上海之间 我现在在接受两地的文化 只在一 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我我看不了那个东西 我会害怕的 我看不了那 为什么他们会说这个呢 这也太有笑了吧 不玩尬啊 他们这个是玩尬的吗 他们这个不甜吗 怕要玩不行 怕不能玩 这又是又菜又爱玩 我就是又菜又不爱玩 我真是个标准的小女孩 确实 在当女孩的这条道路上 我还是蛮标准的 在当女孩的这条路上 谢谢1加2等于3的梅花 你会被她拉着吧 就是说我只能说一个 TTL 会玩狼人杀吗 我如果会玩狼人杀 我怎么可能会在 全是卧底上面 把答案直接说出来呢 我就像个白痴 在嘉欣录制那是语气词 有梅花怎么没有方块 因为春天 不是 因为春节吧 春节冬天冬天的梅花 所以是梅花 她现在搞得很 自信点吧 好像去点 天呐那天我简直 我说完之后我整个人崩溃了 我觉得MC3可能因为我 戛然而止了 不过确实是有一点 因为我戛然而止 我当时说完之后我觉得我最大恶极 我深恶痛绝 我为什么会在没有脑子的时候 把这些话乱七八糟的 就这么蹦出来 我当下一刻真是追悔墨金 哇我说了好多成语哦 我最近真的太有文化了 太有文化了 怎么会 演出效果真的那一刻 主要是我说完气垫之后 247加38 当然是312了 对吧 就是我说完以后 我上 我们上去换衣服的时候 潘英琪 潘英琪前辈不是 他是卧底吗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听见我说的气垫了 他说没有啊 我没有听见 然后我说哦 然后小陆前辈一直以为 我是 就是我其实是 就是 故意的就是我在掩饰 但是 二的三次方式 八 这个我们已经学过了 一道题不会搓两个 睡多了人都会变聪明的 对的 没错 是电台 是电台 当然是电台啦 只不过这个对 就是说 可能这份口袋48 只有0加1GK电台 不知道吧 其实口袋 因为我当时为什么一直觉得 他最近前辈 他最近前辈 是因为最近前辈 总觉得说 我以为他听不懂我的气垫 他觉得我是问题 结果他们都是把我想的太聪明了 他们把我想太聪明了 他们以为我是故意的 其实我真的是 没有意识的说出来 当然我平时是一个有意识的成员啊 我只是那一刻 当下 当下变得没有太有意识 是我的问题 他们都把我想的太聪明了 他们以为我很套路 他们以为我是故意把气垫说出来的 故意的假装的 哎呀不知道 莫名的 我就说出来了 但其实 看我那个小品 那个小品 其实我们那里都没排 就是那个 就是后面那个小品 我后来拿到 拿我们那天彩排的时候 我们没有排小品 我们是就走了一边 然后就演 对 可是 可是 卧底不是小鹿前辈 是潘因奇前辈 不是潘因奇啊 不是小鹿前辈 我其实也一直觉得我很聪明 大概就像我妈妈说的吧 聪明没有放在正土上 都在瞎聪明 都聪明到不聪明的地方去 就是一天到晚的 没有好好聪明 没有把聪明用在正土上 谢谢奶奶的红包 我今天得早一点下 因为明天要去小贝家了 我要去看看元宝 美团 美团是有衣服的 然后饿了吗 也是有衣服的 但是因为太脏了 就把它扔掉了 所以就后来就变得没有衣服 我也是到上台前才知道没有衣服 我还没有下呢 还有三分钟 我想要去上个厕所 元宝跟谁一起 元宝跟小贝的爸爸一起 小贝的爸爸在照顾元宝 就是非常感谢小贝的爸爸照顾元宝 小贝小贝在上海啊 我也在上海啊 然后许家贝也在上海嘛 我们都在上海 所以我们就一起出发去见一下小贝 小贝的爸爸很喜欢元宝 对小贝的爸爸很喜欢元宝 对 不是 他的妈妈很会养猫猫 不是他的猫猫很会养妈 是不是 就是因为他爸爸妈妈一起的嘛 所以就是妈 就跟他们家蹦迪一起 放在一起 元宝现在上山入地 就是说很牛 元宝在小贝的家里 就是小贝的爸爸在家里 天天看着元宝 不让他往上面爬 相当于你先挂 不可以 怎么可以你先挂 我先挂 我到时候发给他 就是 因为小贝的妈妈今天不在家 所以小贝的爸爸就 看着元宝 不让他往上爬 元宝都会爬到人 听我板上去 所以我怎么的 我感觉我得过去一下 元宝打的白猫 对元宝打的白猫 是小贝妈妈养的蹦迪 是一只银剑层 天呐 他都没有人家大 他 他去 挑衅人家 他去打人家 要不是人家 大猫不计小猫过 是吧 你说他这不得摁在地上 使劲唇呀 好呀 我会过去多拍点元宝 我可能会在他们家 直播一下下 元宝真的是 今天我好有文化 我每天都很有文化 我哪里今天有文化 我每一天都很文化的 好吧 我只是平时财不外露 我的财是文财的财 不是财 不是财 不是财富的财 他一定要露面我随意 那这样吧 白天他露面 晚上我露面 算了晚上我也别露面 大智若鱼 也是没有到这个程度 我只是大智 我没有若鱼吧 大于若智 你礼貌吗 很有文化 但经常丢人似的 就是说丢人这个东西 咱没办法 明天肯定会露面的 好了我要下播了 这里面就没有魔法棒了 怎么办呢 小鱼 小鱼很聪明 好了我要下播 我要去上厕所了 林佳月竟然潜伏了这么久 好拜拜 晚安呢 快乐的时光总是非常的短暂 祝大家新年快乐 让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今天 送我礼物 陪我聊天 陪我告 谢谢藏间立口的精调坠 妹妹已经在温州了 我们过两天就回去了 太早就见不到了 因为还没下班 其实也不会太早 因为要去松江 再从松江回来 很远 天哪你们知道金山道松江有多远 太离谱 好了走了拜拜 晚安我的宝贝们